这一件就是在 我们所谓在印度的时候 犬陀时期 它这个就是有所谓的众神之王 众神之神叫做英陀罗 英陀罗就是我们翻译成 汉文就叫第四天 第四天 皇帝的地解释的是天地的天 它是众神之王 那第四天的收藏 就是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在它的额头 有第三只眼 它的额头 一般我们佛教的第三只眼 它是直的 眼睛是直的 那这个英陀罗 它的眼睛是 第三只眼是横的 第四天的收藏 因为有时候我在 我有时候担任拍卖官 那我对于这方面的资讯 比较清楚了解一点 像第四天这一类英陀罗的拍卖 曾经在两三年前 像这个加士德在纽约加士德 有拍过像这样一针 大概是一百五十万台币 那这两三年 在国内像这样十七世纪的 大概十二十三公分 拍卖价也有到八十万 所以我对这一件 蛮有信心的 来 我们欣赏一下 那你买多少钱呢 这一件我当初拍回来 大概是八万块 所以你也是去拍场拍回来的 对 那时候比较 大概三五年前拍 时间比较长 而且中华你还做拍卖官 好厉害 我还牵着做拍卖官 拍卖官不容易 斜杠人生 可不可以讲讲 拍卖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 其实我收服 眼看四面耳听八方 像拍卖官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先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这是西藏天铁的法器 这是十八世纪的 好 我们再做了 现在今天起拍价很迷人 五千块 五千块 起拍价五千 五千 下一口一万 一万五 来 两万 三万 后方贵宾五万 五万 来 我们再回到前方贵宾 来 六万 下一口八万 来 场外电话委托有没有 来 十万 十万 回到场内 下一口十二万 十二万 十二万一次 十二万两次 十二万三次 恭喜排号828得标 所以那个后面五万 旁边八万那个会不会是 空气啊 没有 真的是现场 真的是啊 那都是一两百人在现场 好 我解释一下 我解释一下 整个地之天的这个部分 其实佛教大家都知道 创始于印度 其实印度是一个多神教的 一个地方 那在释迦牟尼佛 还没有创佛教之前 这种多神教有很多的传说 地之天是一种 师婆神是一种 有很多很多的神奇 那这些神奇都各自代表一种 或者是一个层次的 一个意义 那第四天在这个教义里面呢 他算是属于上天的一种主宰 就像我们说的玉皇大帝 那第四天后来呢 就是说进到佛教以后 他变成佛教的护法神之一 在西藏的这个密宗里面 第四天呢 也代表了这个一个护法神 护法神 第四天的雕像或者什么 其实还是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这个第四天的这个雕像 做得非常漂亮 我的看法应该是在 四百到五百年之间 一个座子 他有一个座子 他有一个座子 他是要这样子是不是 一个座子 坐在座上 好 我们来简讲 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个是中华菜 拍场拍回来的 当年是收八万 收八万 好 来 我们来 他的眼光如何呢 来 请建教 三十五万 来 很漂亮 真的厉害 这一尊算是做得非常的精细 因为有这个硬度的那个色彩的 他的身材都比较修长 对 他的脸 脸部也比较修长 对